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6日 中共的反腐败就是一场内斗 毛泽东时代打击政敌的时候 用路线斗争 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 反革命走自派 路线斗争 当时是冠冕堂皇 人们普遍都能接受 动不动就给你加罪名了 路线走错了 大方向走错了 没有站在毛泽东的一面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没有人在讲路线斗争了 也许习近平干第三届 第四届的时候 倒行逆施 重新再恢复这个罪名 也说不定 但现在中共抓人的时候 都是以经济问题说事 因为这种政治体制 人人都有权 人人都有把揭 就看抓不住了 所以说仔细地研究 中共反腐败的一些会议也就很有意思 能看出很多问题 今天中纪委的网站披露一条消息 也就是5月24号 共青团中央纪委 国家监察委机关 这个搞了一次代表大会 那么杨小栋 他是国家监委主任 也是中纪委的副书记 政治局委员 杨小栋受赵乐基的委托 出席这个会议了 做什么呢 表彰一些人员 也就在翻腐败运动当中 这个做出贡献 或者简单来讲 就是帮助习家军 打击政敌 因为在共青团这个领域里 习近平是最不喜欢的 以前抓了很多共青团的大佬 包括令计划 等等 李源潮差一点出事了 这个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总之共青团派 一大批被扫地出门 三十一个省之自治区 遍地都是 抓了很多 那么这次开会 就是表彰那些 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现在培养的习近平的嫡系 在共青团系统里面 表彰这些人 给大家看了今天 网上的截图 就这篇文章 赵乐基 委托 杨小栋 到这个会场去 鼓励这些年轻人 这里有一句话 特别关键的 始终对党绝对忠诚 看见 坚持为两个维护 什么两个维护 就胡扯 就一个维护 维护西核心 对不对 你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当中 就要不是讲到对党忠诚 这个是要 大家要仔细地研究 那么与此同时 为什么说它是打击政敌 你看今天总继委的网站 这个网络版 它分两个版 一个是手机版 一个是电脑版 那么这个电脑版当中 你看今天都抓了哪些人 给大家看看 这个网上的截图 你看这一天 报告这么多的贪官 但是你仔细研究的贪官 都带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大部分都是政敌 你看 太高 原专职外部董事张科斌 被抓 那么这个人是个什么官呢 国企的老板 这个山西省 太原寺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专职外部董事张科斌 把他抓了 为什么抓他 就是因为他属于共情团派 领域当中的大佬 也就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 这个张科斌是1963年出生 那么1984年上了 共产党这个贼船 上班上是当官 当着国企的老板 他是2004年2月任 太原重型机器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那么2011 后来呢 就一直在这个公司做 一直做到了 这个2019年做到了 公司太刚 这个专职外部的董事 在这之前 曾经在太刚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因为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国企 国营企业 他这里工作时间特别久 各个领域都干过 曾经在于是 业亚集团有限公司 当董事长 又在太原重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美机公司副董事长 还当过太原 矿山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等等 总之 他这些都是由于 他在这个 令计划的老曹 认知 多多少少都和这个 习派 都和这个 胡派 有一些联系 你想 胡温那个时代 这个胡假天下 令假党 令计划 那牛的大 牛起大什么 我估计那时候 习近平到北京 找胡锦涛 汇报工作的时候 见到令计划 都在点头还有 送点钱 送点礼 都很正常 别看习近平先生 催牛皮 是不是 说不定当年 也被这些 上级当官的 美少乐所欠财 是不是 他在 他在从下面 在整办 所以说 这些事都是一样 官场 都是这一套东西 这个张开斌 抓了 说是2020年 12月被免职的 那才抓 这是一个人 明显是共情团派 色彩 你再看 这同一天 泰重集团 原副总事长 杜美林 也被 也被抓了 那么杜美林是谁呢 杜美林 同样具有派系色彩 你看 女 汉祖 164年出生 研究生毕业 她是什么呢 1998年 任泰原 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 财务部 副部长 你看 管财务的 一般女性都和董事长 基本关系都够铁 是吧 即使没有一腿 也是紧密核心层 是吧 领导系人 管财务 2002年5月 任泰原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 财务资产部 部长 后来这个人 一直在泰纲 泰原重型机械 集团工作 当过财务 资产部的部长 总经理助理 后来当总会计师 然后总会计师 然后在2020年5月 任泰原重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你看 他免职 刚才这人一席免职的 是吧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从 这个山西啊 这个令计划 这个老超 抓了一大批 这个 这个所谓国企贪官 也就是陈酸平 我曾经讲过 是吧 这都是中央候补委员 原先都准备是 接班替队的 结果都跟着 另一句话倒霉了 你看 这是明显是打击政敌 你再看 另一条新闻 给大家看看 我放大一点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党组书记 王宗梅 接受调查 你看 为什么是河南抓人 河南是李克强的老超 这都是有所指的 绝对不是说 谁府外抓谁 这绝对是 就要按照习近平的话来讲 精准扶贫 这不叫扶贫精准打击 王宗梅 167年出生 也是60后 1989年 他当时到2004年 是河南省计划生育 干部 培议中心干部 在季节 在计划中心 计划生育领域工作 这是胡温时代 到08年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 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 在人大在省人口 这个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 后来08年 有了实权了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组生育员副局长 这权打着呢 是吧 整个河南省 你想你要想生产药品 食品都得经过他审批 这肯定腐败问题 获得人家世 有这么大的缺点 你想你想搞点钱 那不是易如翻掌吗 对不对 11年 14年徐昌市委统战部长 这时候没有失权了 当统战部长了 14年以后 徐昌市委组织部长有权了 发展党员 发展干部 这个女的看来是 也曾经是呼风唤雨 然后呢 2016年到17年 徐昌市委副书记 17年 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那么19年就升为组织部副部长 12年 2012年 21年 2021年 省科学技术厅当主书记 大家想一想 李克强老曹 这个官员 大大小小都跟李克强有点关系 即使不是嫡系 也是嫡系的嫡系 习近平反腐败 这个利剑 你看这个砍杀的 这个多么精准 他很少在福建反腐败 当然腐败 官员也抓了好几个 张克南不就是 钱不就判刑 此外 你看 除了这些 明显是打击阵敌 也有什么呢 另一些派系的 你看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副院长李威 接受调查 这是一个 公监法司里面的大佬 你想过去 这法院的副院长 你都是整别人的 站在 坐在审判台前面 一拍桌子 这个宣告 假不假 是 现在 自己也落马了 你看这个女 汉族 58年出生的 曾经担任什么呢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经级厅厅长 然后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处级审判员 最后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 当委书记 这时候很有趣 2001年到05年 4年 那肯定是 一言九鼎 在当地 那肯定了不得 穿上制服 你想一个女性 是不是 穿上制服 坐在前面 多危严 人们又想到 有一天 你说自己 翻船了 变成做到 那个 当年我老江 做的 那个被告席上 做的 穿小马甲 然后人家审判长 在审判自己 这个事是挺凄惨的 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 我原先的审判长 审判我这个人 这个人是挺有意思 曾经到英国流血 这个人回来以后 霸击上了薄熙来 在大连市 当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一厅的这个厅长 其实作为我的审判长 这个在专门审判 我这个人 后来当了大连市 西港区法院的院长 最后结果 被判刑了 判了13年 你想想 我相信他现在在 也许就在我当年 服刑的南管林监狱 服刑 那管教可能就告他了 你知道谁在这带了 我带过吗 你当年给人判刑 那个将冀者就在这带过 肯定得告诉这个 这个审判 审判长了 是吧 所以这些当官的 攻减法司 当年帮助薄熙来作恶 这些人都倒霉了 有一个算一个 基本都在监狱里待着 但是还有几个人 听说没判 没转 你想想 王府全 蓬东辉 郑一强 林刚 万国套 我听说还没转 快了 别吵急 这一步轮不到 你下一步 就是你了 是吧 所以害人中 害己 这个女的 是湖南省 估计害了不少人 你看 这次共产党内斗 在内斗中垮掉了 2005年1月到2014年8月 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 14年转到湖南省政协 当副民主长 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 你看这会儿也出事了 这是什么湖南的事 你看这不属于习家军 因为习家军都很连接 没有贪战的 是吧 你看那个刘七帆在同仁的时候 他自己就不腐败了 他跑到内蒙去抓人 一天抓六 一年大半年吧 抓了62个 整体级干部 打击的都是胡春华的地区 和乌兰福家族的地区 一看就是选择性反腐败 结果把这个吴小林吓了都混倒了 你想都烈 你看另一条 大家在看天津住宅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马骏接受审查 这是什么李鸿忠搞出来 李鸿忠自己也腐败 他假装犯别人 你看见没有 天津住宅公司 男是沈阳人 55年出生和我同岁 哎呀 下降之情 1974年到78年 和我一样 你看见没有 是盖县矿 辽宁盖州 盖县矿洞沟公社 苏 苏宝大队 查队之情 我也是下降四年 跟我和我经历一样 78年考上大学了 辽宁省建筑工程学 机械系 毕业了 然后到天津工作 到天津第三届 然后天津三届 一直当了国企的老板 那么2002年 天津市建工集团的 副总经理了 以前是 第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那么05年 到了天津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这个大全在握 也就是说 你想建 搞这个工程 你得到我这审批 什么执照 安全生产的执照 这很厉害啊 给你盖个杖 啪一声 钱就来了 没想到倒了 2006年 任天津 住宅建设 法战集团 有限公司 当委属于董事长 两个大全都在自己手里 聊不得呀 是吧 敢干 2016年退休了 到现在几年过去了 四五年了 原本以为自己 谈战了不少钱 可以安度晚年了 没有想到 回家以后 可能天津人嘛 谈论政治 说不定 网易怎么样了 被这个李洪宗知道 听到了啊 或者是 这个李洪宗 这个 有谁托李洪宗了啊 就恨这个人 抓 给抓了 保证这里有什么故事 我们不知道而已啊 这是我推测啊 给大家看了 天津驻灾 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马俊 你看 洛马的消息啊 等等啊 还有很多不一列举啊 你看 总共的反腐贝啊 很热闹 但是我认为啊 反腐贝 关键是要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独立 否则肯定是不公平的啊 越反越多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